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霹雳州政坛消息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表示 巫统会须视所有的可能性 尽可能维持原有的国盟政府 如果不行的话 为了霹雳州新政权 肯定可以做出相应调整 他会重视跟几方面讨论 至于当中是否会包含西蒙和行动党 他表示所有可能性都会有 他今日觐见霹雳州苏丹 纳斯林莎殿下后 在行公外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他将会尽快向苏丹提呈霹雳州务大臣人选 并由苏丹定夺谁出任新大臣的职位 而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科敏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 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 霹雳州行动党已经做好准备 与任何的政党合作 以协助成立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府 对于霹雳巫统和反对党是否有可能组成新联盟及新的州政府 霹雳州成信党主席阿斯木尼则回应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并且已经准备好与任何一方合作 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另一方面 太平16个华团及两个跑步组织也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巫统和西蒙放下成见 共阻霹雳州联合政府为民共谋福利 另外针对元任霹雳州部大臣阿末法伊莎被碾下台 前媒体人卡迪耶辛提出阴谋论指巫统迫切渴望的重夺权力 因此不惜与民主行动党合作 把焦点转向冰城 随着湖内多座组屋及 Batuban Desa Bistari 组屋将在本月的7日起落时加强行动管制令后 在加强管制前 居民和外劳纷纷大逃亡 据当地的居民告知 昨晚已经有一些居民漏夜的逃离 本报记者今早也目睹不少外劳 穿着睡衣 拎着大塑料行李袋 出门看似要离家多天 而东北县警区主任苏菲安说 警方接到不少投报 指该两个地方的组屋有居民漏夜收拾东西逃离 他说目前警方在向卫生局及当地管理城收及逃跑者的身份资料 如有虚料 警方会追击他们的下落 另外苏菲安说 警方在Batuban Desa Bistari和湖内组屋 区共动员了260人 以执行这次的加强管制令 他说 Desa Bistari因为只涉及到了两座组屋 加上组屋有围墙篱笆 管制方面相对的比较容易 相反的湖内组屋区的范围比较广 涉及13栋组屋约1万人 所以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他强调在管制区的居民不能够离开 但是每个家庭允许一名成员每天在管制区内的商店采购日常所需品 患者新闻 您曾经过一间组屋单位里面 屋内杂物堆积如山 各式各样的杂物囤积高达天花板 客厅只留一个小洞口 让拾荒为生的屋主每天从洞口进出 您是否也觉得太夸张了呢 没错 这件事确实就发生在居邻老火叫人民祖屋二楼的一个单位里 该单位在上周四不知何故的突然起火 才揭发单位内住有一位独居拾荒者 奇怪屁行径让屋子变成了垃圾屋 居邻区州议员杨庆船日前接获投报 经了解后今早就率领了慈祭志工团及垃圾承包商公司的工人 前往有关单位展开清理垃圾工作 他们耗时了约两个小时 也只是清空了客厅里的三分之一的垃圾量 相等于两趟裸里运走了约六顿的垃圾 据观察 该单位屋内脏乱不堪 从客厅到卧室 都被杂物沾满 而63岁的拾荒者温贵心 看见有人在清空囤积在走廊及门口的垃圾时 一时情绪失控 边喊边冲下楼 阻止工人搬走囤积在家里的杂物 温贵心的妹妹及邻居受访时则表示 他们多次劝贵心清空垃圾 然而却遭到责骂 而杨庆船则认为 在这件事情上必须严厉的执法 才能够起到二指的效应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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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